好 那么我们完成了我们TOMCAT的部署和网站的发布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最后一步 是不是要Logestars去收集日志 对不对 Logestars的安装不用我再跟你胡说八道了 对不对 所以那么正常的我就按套路来就可以了 好 回到我们的Java上来 那么来看一下 Logestars已经有了 直接我们解压就可以了 我们都知道 而这种的绿色免安装版的就是简单方便 是不是 所以直接解压出来 我们的MoveLogestars-OPR-UserLocal下的LogASH 是不是各位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来make一个config.d 去干什么 是不是去准备一个目录 然后放我们的配置文件 对不对 cconfig.d 那么干什么 这下面是个空目录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写一个我们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的阻止 是不是告给它去哪里去收日志 然后交给谁 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Logestars是不是就是一个总转战 对不对 取日志存入志 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对不对 所以那怎么办呢 来看一下 我呢 就粘贴完事以后 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 我把这个 这个呢 大家都很熟了 都很熟了 我叫什么呀 Vim log to kafka.conf 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来看一下 来input 那么在这个过程 是不是去哪里取日志 是从文件中取日志 类型的 是Tomcat Log 然后呢 路径 看到了吧 是不是我们Tomcat的路径 那么 从最开始开始取 取的日志格式是Jason 好 输出到哪 输出到kafka kafka的IP地址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tapping 这个存储区域块 叫什么名 我就起了一个叫白书名 好吧 然后呢 日志格式呢 进行压缩啊 汉字一律不要啊 压缩 然后呢 格式呢 也是Jason格式 这个是输出到屏幕 输出到屏幕 我就不要了 你当然你自己 做实验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啊 输出一下 我给你输一下吧 废话是那么多 然后呢 有人说啊 你没教我啊 我现在教你 是不是 那么好了啊 那么OK 这个时候呢 保存退出啊 看明白了吧 啊 然后取日志 存入志 存到kafka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啊 然后启动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当然在 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是不是userlocal下的 losdash下的 bin下的losdash-f 啊 userlocal下的 losdash下的 config.d下面的 losdash-t测一下 是不是各位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 如果有问题 是不是就不要往下走了 对不对 我看我做实验 就是啊 做一步测一步 做一步测一步 这样的话保证 你的实验啊 可以完整的做下去 否则你做不完的啊 好了 那么OK啊 还在测试 有点慢 是不是 等它测试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继续了啊 我们稍等一下 哎 来看一下 各位 好 看到config了OK了没有 看到OK 那就恭喜你啊 没有问题 好了啊 有几个警告啊 有一个警告 没关系啊 那好了 那就启动吧 好 走着 起起来 那么如果是说 你要是想不想让它上前台输出 是不是你接后台就可以了 no hop那种方式 对不对 各位啊 no hop那种方式 所以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启动啊 比较慢啊 都知道啊 看到9600是不是就完成了 对不对 现在的话呢 还在启动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到9600了没有 哎呀 你看是不是在读日志 来看一下各位 从这个地方上 我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来看一下路径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读的 对不对啊 啊 路径从这个地方读的 好了 那么在这里边 有没有读到我们的 接审格式的日志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吧 啊 current user stice 状态嘛 还有什么 访问时间 主机 host 时间 时区 url 还有什么 还有客户的ip 是不是一个日志格式 是吧 没有问题 好 那么看到这部 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的logs dash 是没有问题的 啊 妥妥的啊 用一个最流行的词 叫perfect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看完以后 我们的这个就搞定了 那搞定以后 我们继续要去搞谁呀 我们继续要去搞 我们的下一步 是不是各位 这个如果你要觉得 没问题的话 怎么办 各位 我就直接后台启动了 好吗 啊 来 no 啊 后台启动 啊 也就是什么意思啊 我让他把那个no hub 放到tmp下面 听明白了吧 各位 来来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no hub的 啊 来 你看一下no hub 是不是里边会滚动日志 啊 也就是把日志啊 都输到这里边啊 不要输到其他界面 大家瞅一眼 初日志了吧 那么看一下 有没有9600 是不是说明是成功的 对不对 那么成功的就可以了啊 那就二话不用说了 直接看测c 然后jobs 有没有 有吧 好 那么我看一下啊 我们PPT上的这一步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安装LawStars 并且部署业务 部署成功了吧 部署成功以后呢 来看一下 我们的40那台机器怎么搞 是不是啊 ERK的部署 此处省去一万个字 是不是啊 我就不跟你说怎么部署了啊 如果看了这么多视频 ERK还不会安装 啊 对不起 大哥啊 是我无能了 是不是 好了啊 我们继续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拉取日志 是不是我们 ERK上的这个机器的LawStars 要去哪 要去那个我们的卡夫卡里边 拉取日志 对不对 好 那么你看一下 input是卡夫卡 对不对 从卡夫卡拉取日志 拉回来以后交给谁 是不是交给RK Search 是不是啊 那么OK 这样的话就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再一配置 是不是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对不对 拉取测试 没问题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是不是启动 业务机启动 分析机启动 我业务机是不是已经启动了 是不是分析 再把LawStars启动 是不是就成功了 对不对 最后是不是Keybun的测试了呀 对不对 好了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先去 我们的 谁呀 是不是这个40 这台机器上呀 对不对 CD-userlocal下的 LawStars CDconfigure.d 哎 看一下 这里边啊 我们看一下LawStars 是否有启动 RSOF-I 冒号9600 哎 有启动 是不是啊 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呢 不需要它启动啊 Night RTAT-NTPL 啊 说白了 你看下9600的起没起 起吧 这个机器是我们刚刚做完谁的机器呀 刚刚做完 Slow日志 分析的机器 来 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你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Slow日志分析的机器啊 你看 这是我做的图表 对不对 2到5秒的有8个 5到8秒的有一个 8到15秒的有一个 是吧 做了一个图表嘛 是不是 来可以看一下 还有啊 还有一个图表 所以我做了一个图表啊 然后 我们讲完所有的课以后 会给大家分 说一下 这图表怎么搞 好吧 来看一下 是不是啊 用不同的方法做了一个图表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咋办呢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 清一下 对不对 啊 要把这些清一下 清一下的话呢 一会的话要给谁用 是不是要收集我们的谁 收集我们的Tomcat的日志啊 对吧 好啊 把它都清掉 都清掉以后呢 来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 是不是要清RTSearch 对不对啊 CURL 192.168.10.40 是不是各位 冒号920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所以 这里边 是不是啊 叫什么 NDICES 来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啊 有吧 有Fearbit的吧 对不对 都是Santa 这不用我说了 是吧 清环境 我们是清车熟路了 好 那么清完以后啊 咱们再去看一下 是不是只有监控和Kibner的了 对吧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是不是没有我们所说的那个Fearbit了 对吧 好啊 那么没有它以后呢 干什么呀 我们Qout 叫log stash 没有是不是 没有我们PS Aux Aux GreP Gstash 好 我们去找一下啊 找一下 并下的 CloudStash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这个 全这个字符比较大 为了录像 所以我看起来比较困难啊 root 它执行的深的一句 找一下啊 哦 是不是 你看 logstash -F 是不是logstash to ELK 对吧 就是这个 多少呀 120463 好 还有没有 没了吧 来 NAT STAT -NTPL 来看一下 9600 关了没有 关掉了吧 好 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SRT M CTL STAT US 来看一下 是不是都是启动状态 是不是啊 所以呢 L的话 没关系啊 这些都是啊 那个 Alt Search 基本的都是启动状态 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M啊 这个呢 MV和不MV是一个意思的 无所谓啊 VM啊 然后呢 log啊 卡发卡 To 啊 是不是啊 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干什么呀 配置文件嘛 是不是啊 嗯 来 好了 哎 少了一个I 是不是 好啊 那么在这里边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了吧 这个应该能看懂了吧 对不对 好 啊 这个消费者们是可以写多个机器啊 你比如说你有多个卡发卡 比如404142啊 然后呢 你直接在后边跟上就行啊 空格 空开就可以了 好吧 那好了啊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来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从哪里取数据 是不是啊 啊 从哪个区域里边取数据 格式是json 是不是啊 啊 县程是几个 是不是啊 啊 然后呢 在这里边的话呢 来看一下output输出 是不是到e-lok 这是所以 这是json格式 都定义了格式是json 对不对 好了 那么ok 妥妥的 那么都定义好了以后呢 怎么的啊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啊 我们还是到tmp下啊 -user local下的啊 log-下的 bin下的 log-f log下的 log-下的 conf.d下的 叫kaf卡 然后-t测试一下 测成功 是不是在启动 对吧 那么好了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任务啊 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log-dash 在启动 在测试配置文件 如果看到config ok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启动了呀 对不对啊 我们这样的话呢 任务啊 我们的就完成了啊 我们的log-dash 就可以启动了 启动以后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整合 就基本上完事了 对不对 我们测试一下 rl search 有没有所以 有所以 能把数据展示出来 是不是就妥妥了 config ok 看到了吧 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没有问题 是不是 找到这行 把钢梯去了 来 前面加上nohop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从kaf卡读数据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nohop 好 那么在这里边 然后呢 tile nohop 来看一下 看一下 它启动成功没有 如果启动成功 如果启动成功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稍等一下 啊 出来了 出了吗 9600 好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 任务就完成了啊 然后呢 方便于你们看 哎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来看一下 有tomcat没有 没有吧 那怎么办 我这边只需要一刷新 它就应该有tomcat的 是不是啊 啊 来刷新 好 稍等一下啊 稍等一下啊 还没来呢 是不是 因为需要一个过程啊 我的电脑也不是很快 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啊 等它出 哎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吧 对不对啊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任务就完成了 那么任务完成了以后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测试数据了 对不对啊 好 那么我们来回到啊 我们的第四个啊 PPT上去 第四个 那么是不是啊 我们就可以去测试数据 对不对啊 根据所以拉取数据 绘图 是不是啊 绘个状态码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啊 那么我们的任务啊 就这些 好啊 找到我们的页面 然后找到我们的kip呢 来 刷新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 刷什么呀 tomkite 杠 log 杠 什么 新 是不是就够了 好 那我来选择下一步 啊 不 不要 不想使用时间 啊 来 我们下来 来往下 连接 所以 好 建成功了没有 建成功了吧 那怎么看呢 回到我们的discover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host的clint ip stats这些东西 有吧 有没有日志 有吧 没问题 好 建个图片看一下 建个饼图吧 好不好 啊 饼图 啊 然后呢 在这里边 lost dash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啊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啊 找到什么呀 找到team 找到什么 stats 啊 搜一下 stats key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在这里边 我们汇集一下 哎 看好了没有 好了吧 好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点击保存 啊 叫什么呀 t status 啊 然后呢 选择保存 啊 保存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就有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我们回到仪表盘 建个仪表盘 啊 特别讨厌啊 这个不用管他啊 我们直接来进来 然后呢 来 仪表盘 好 那么OK 选择关闭 然后呢 选择保存这个仪表盘 叫什么 叫tomcat 看到了吧 那么好了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是200 200是22次 啊 304呢 啊 200啊 200是4次 304比较多 是不是 那么都是缓存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同理啊 可以呢 我们啊 随便的刷新其次 看一下涨不涨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涨数据 说明是不是我们的业务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好了啊 我在自杀 我是不是疯狂 刷了好多好多呀 对吧 现在还是22次呢 是不是 不要着急啊 不要着急 好了啊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变了没有 47次 44次 是不是啊 30444 这个呢 247次 涨不涨数据 涨了吧 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各位 好了啊 那么我们的任务呢 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根据 所以拉取数据 汇图 是不是啊 根据状态码 或者这张图 好了 那么我们的任务呢 也就完成了 我们的这一块 任务那个业务的整合 是不是也就完成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节 本节呢 主要讲了什么是消息服务器 对不对 消息服务器的作用 那么消息服务器 为什么要有消息服务器呢 我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画龙点睛一下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说海量日质的话 你要是都扔给谁 扔给RTSearch 或者是扔给我们的LowStars 可能机器受不了 那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有中间件 因为中间件 它的处理能力 都是专门是处理消息的 处理日质的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由LowStars呢 或者是LowStars 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软件 直接把日质收给谁 收给我们的消息服务器 先掌存在它那 掌存在它那以后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可以保持日质的完整性 然后呢 最后呢 我们呢 有序的再输给RTSearch RTSearch去处理完以后 再交给我们Keybun的表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消息服务器解决了什么 解决了我们日质的 第一个 我们海量日质的存储问题 避免呢 避免呢 我们因为服务器 如果直接交给RTSearch 或者是 那个其他机器 然后呢 造成什么样 造成机器压力过大 当机的原因 那个风险 所以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呢 中间呢 要加个消息服务器 解决的就是我们的 转储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海量日质 是不是有专门的存储 来的存储 存储完以后呢 再交个处理机器 是不是 也就是说 由原来RTSearch的 存储和处理的功能 是不是又给他分开了 分了存储 就是TapCAD来处理 然后呢 那个 运算 就是RTSearch来处理 是不是这样的 可不可以 所以的话呢 消息服务器 在我这个价格里边 起到的作用 就是降低我们RTSearch的压力 然后呢 存储 专门的存储服务器来处理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提高我们 应对我们的海量日质 这样说呢 理解了吧 为什么使用消息服务器 就是为了 由专门的 我们的系统来 应对海量日质 然后呢 给我们的谁 让我们RTSearch呢 减压 然后呢 让他呢 专门去做运算的工作 这样说理解了吧 好 那么OK CAPCAD 这是一个分布式的 分布式的消息服务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功能就在于 能进行 我们的海量日质的处理 海量数据的转取 是不是啊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吗 可以是AB 还可以是我们的集群 它的运算能力 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安全性 好了 那么TOMCAD 是我们的一个产生日质的一个应用 所以的话呢 我们今天呢 就顺便的基于这个呢 就把TOMCAD的日质访问 给大家讲了讲 访问日质的收集 给大家讲了讲 讲了讲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呢 收集好了TOMCAD的访问日质以后呢 交给谁 交给卡夫卡 存储的 交给我们的消息存储 交存储 然后呢 最后呢 就要交给我们ERK 去分析处理 然后呢 最后呢 交给CAPCAD 然后呢 去展示数据 是不是各位 好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四节呢 我都给大家说完了 大家下来的时候呢 好好的看一看 我的这一些东西 好吧 然后呢 把我的这个架构一 架构二 架构三 好好的去想想 思考一下 我们的应用 其实呢 我给大家讲的 几乎呢 都是根据企业的一些应用 直接来上手 给大家讲的 好了 作业 第一个练习啊 练习本节内容啊 思考我们案例三 使用的工作场景 对不对啊 那么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加个卡夫卡 对不对啊 就是为了我们呢 应对海量数据存储的问题 好 那么OK啊 思考开发的 组存和集群模式 对不对 自己去查一下资料 不要问我啊 自己好好去查一下 自己要会 我告诉你 领进门以后呢 如果是说 你要想啊 想要把它变得 能力更强一些 是不是你可以去查一些资料 把它变成 组存模式 或者是集群模式啊 对不对 很好做啊 所以的话呢 不是太困难 我就直接留给大家了 好了啊 这节课的内容呢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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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